李源俊立 翁源金珠 孙蓉杰如 孙蓉源国华 还有没有 我们终于国小的校长 还有老师们 以及同学们 还有家长们 媒体的朋友 大家 早安 大家好 谢谢 这个爷爷好 不是姐姐好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99年最后的一天 那明天就即将进入我们建国百年的第一日天 那今天当然大家都怀着很复杂的心情来参加这场音乐会 不过基本上大家一定都非常高兴 也非常兴奋 各位小朋友 大家说 对不对啊 你们很兴奋 很高兴 对不对 对啊 那么今天立法院很难得 也非常感谢由我们李俊立委员 领贤 然后翁金珠委员 这个纯颖委员 还有刘建国委员 他们一起来合办我们国会的音乐会 那在立法院来讲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 这是营造立法院一个我们刚如并济的开始 那刚本来就太刚了 要并济的话 那音乐呢 是可以说最柔软的工具 那么今天我们这样一场音乐会 也让社会各界知道 我们立法院不是只有刚的一遍 更有柔的一遍 而且我们委员 他们的各种素质都是非常高的 像我们立法院有三十几位博士 有五十几位寿司 不认识博士的大概只剩下了了五几 所以大家学问都很好的 而呢 除了问证的实力以外 各种像我们李俊立委员 他文学素养就很高了 他各方面的事实 都是令人羡慕的 那么他问证当然 该犀利的时候就犀利 该柔软的时候他也柔软 但是今天也呈现出他真的很柔和的一遍 那翁君主委员 他是怎么样 是我们师大的音乐系的高材生呢 他做各位音乐系的老师 什么都做过了 他儿子也是在音乐界发展的非常成功的一位 所以今天他来办这也是符合他的专利 今天他没有展现音乐 另外还有他艺术天文的一遍 这也是美术 那位头 这个堂位出来 小平 哦 小平 哦 小平 大家都赏心悦慕的 最赏心悦慕的 这些也应该都要捐回去给我们母校 你记得吗 我们正需要这些东西啊 我们也来买一买 另外呢 纯杰如炎 虽然今天 她是不是主办人 但是她能够到这里来 我们觉得 那也是非常高水准的 一位女士 她从事与社会福利 那可以说当然 更要有柔的一面 还有我的同学 她的太太叫纯杰如 所以 我是说真的 中学的同学 这个是 纯杰如炎的先生 是纯杰如炎先生 所以她能够有这么一位 夫人 时代师 她的福分 她的福气 我也很欢迎 这我才叫她少了 另外纯杰如炎 都没说 她是最著名的钢琴家 还是要立法院 最漂亮的委员 大家公认的 那么 刚才 她不是在 乖孩子 乖孩子 乖乐教导 教导 我们连大人都要加 我才知道这个是差别在哪里 这个是历史 英语在哪里 不一样的在哪里 今天我也来上一课 原来她这种上法 也是让小朋友们马上都知道 以后她印象顺客 知道两个缺的差别 不一样 这就是很重要的英语的常识 我另外一个长才就是乖小孩 乖小孩 真的很会乖 教育 也是一种教育 乖就是 乖小孩 以前卫生署的署长 也是台大教授 也是这个委员 她到这里来 我相信她也是来观赏 来欣赏 来分享的 那今天我们师大音乐系 又另外一位 这个美女学妹 这个洪老师 她今天特别来帮忙演出 那我们希望借由今天这样一个音乐会 未来带动我们立法院 大家更浓厚的一个音乐的气息 让大家能够更有这方面的素养 那我相信我们新的一年 立法院一定是充满着文化艺术 还有我们一般的这个艺术 这艺术跟艺术不太一样 但是反正在这方面都能够获得一个最佳的调和 最佳的调和 那相信对我们意识效率的提升 还有呢 艺术过程的和平 会带来很顺炎的影响 我相信这是必然的 非常感谢四位委员 还有各位委员的参与 祝大家 小朋友们 你们身体健康 课业进步 那在音乐美术方面 将来一定要记得 这是永远追随你们一生 必要的一些素养 你们一定要做好这个抵制 将来要做好这个功课 那你一生就是会非常的幸福的 一定要注意 那我们谢谢老师们 在这方面 相信今天到立法院台以后 对立法院会刮目相看才对 好 那就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那么为着这个音乐会 我们这个李委员军利啊 他大概 我看大概是两三个礼拜前 就跑去看我 说一定要唱一首歌 那刚才媒体问我 说你唱得怎么样 我说唱得不怎么样 不过呢 他说问我 这个在立法院赢过几个 我说我大概倒数第二个 那倒数第二个赢谁呢 我看我只有赢一位 他那个 不会唱 素杞用的台湾歌这个 我只 他不唱台湾歌 所以 我就只赢那些而已 穿那我没赢的 那么 大家参加参加 我没有特别去电 就是 主言得二嘛 自然就是美 自然就是美 所以唱外 大家多包含 有时候 唱最赞的 跟唱外的 那拍到什么都像这 拍到什么都像这 那招音的都像这 好 我唱一首 素季红 因为我们十一点钟 我要主持 这个朝委学商了 所以我唱完以后 唱一首完 我就 不告而别了 来 好 来 四句好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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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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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现在王院长在帮小朋友发糖果 发小朋友给糖果 我们下期再见 太好了